深夜22点,辽兰G2决战有变 过一轮意外情况曝光,广煞南篮迎来翻盘契机 阳明无奈摊牌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边联赛 聊一聊未免冠军辽宁南篮在本赛季四强比赛当中 面对G2的情况之下,球队所收获的不妙消息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郭尔伦意外情况的曝光 也是让广大辽宁球迷非常揪心 也是给本轮比赛充满了更多悬念 那么让广煞南篮迎来了翻盘契机 同时,面对这样的情况 辽宁南篮主教练杨明他的一番摊牌也是抛肥无奈 而如果你看到我的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加会更多关注和支持 辽宁南篮更多喜欢辽宁队的球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CBA联赛 聊一聊辽宁南篮和郭艾伦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CBA目前的旧赛依然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而旧赛也是打到了四强的比赛阶段 在昨天呢,辽宁南篮也是给所有球迷送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首轮对决当中 我们看到辽宁队100比88击败了广沙南篮 那么球队是收获了首场系列赛的胜利 而能够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那么也是让辽宁南篮握有了提前晋级的机会 让球队胜算更大了,对吧 在本轮五局三胜制的情况之下 辽宁南篮只要能够去再下两成 球队就能够去晋级到总决赛 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够让辽宁队在本赛季去完成卫免的目标 所以看到辽宁南篮第一时间能够拿下比赛胜利 广大球迷也是纷纷祝福辽宁南篮 但是我们能够去看到 其实在昨天比赛场上辽宁队打的还是比较艰难 因为在场上呢 广沙队也是给辽宁南篮带来了很大的比赛冲击 像广沙队的胡金秋 像封线上的朱俊龙 都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强悍的表现 那么这一点也是给辽宁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而在此之后也是由于辽宁队三大核心后卫在场上发力 那么包括福阁、赵继伟、郭爱伦 连续的在场上去轰炸对手 才能够让辽宁南篮去稳住比赛优势 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所以说呢 面对下一轮比赛 那么很多球迷也是希望辽宁队能够保持场上强悍的竞争实力 希望每一个队员都能够去保持十足的竞技状态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本场比赛打完之后面对这样的比赛 其实给到辽宁南篮 却是收获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是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 也是郭爱伦在本轮系列赛首场比赛结束之后 他的一个意外情况 那么在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相关媒体在后续是第一时间跟进了 郭爱伦的个人健康问题 表示郭爱伦在本场比赛是出现了拉伤的情况 而且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郭爱伦面对镜头采访的时候 他也明确表示 能够在拉伤的情况下 把比赛拿下 自己也是非常高兴 所以说这就证实 郭爱伦目前的状态确实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伤病也是成为了 他本轮系列赛很大的一个隐患 而且昨天在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郭爱伦带伤出战的话 那么这样会不会给后续他的比赛带来影响 也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辽宁南篮主教练杨明 其实在赛后也有过一番无奈的摊牌 我们看到杨明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夸奖了广沙南篮 认为广沙队在整个人员配置上 尤其是封线和外援 都是联盟独一党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他们具备了本赛季 去争夺冠军的实力 所以在比赛之后 杨明并没有为胜利而去沾沾自喜 而且杨明最后谈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球队 需要在稳定健康的情况之下 已经不依不来 所以通过杨明这样的一个摊牌表态 也就证明目前辽宁南篮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人员能否保持齐整的健康 只有说辽宁队能够每场比赛 把每一个队员都有可用之力的话 本赛季辽宁队去未免才会有更大几率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是给到了广沙南篮 在比赛当中去翻盘的机会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希望郭云伦 能够在最近两天好好地恢复 我们也是期待着两队 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奉献给广大球迷 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之前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体育心言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